崔老师此时此刻怎么看 安排了工作 安排了学业 安排了家庭 安排了房子 安排了婚姻 安排了他们婚后的孩子 安排了他媳妇 安排了他媳妇的工作 安排了他媳妇工作之后的 吃穿用度 安排了他平时 什么时候该拿化妆品 什么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 都安排了 这叫什么呀 为你好 这三个字的潜台词是什么 是你不行 所以你刺我好 我这么说为你好 你能变得更好 是说明你现在刺 显而易见 对面的小爷 至于你是卑微的 房子要不要给你弟弟和弟媳妇 你表个态吧 要不要给 这个房子不管我弟弟娶谁 我都是要给我弟弟的 给你弟弟的 所以说这个至于他娶谁不重要 给了他之后 他已经结婚了 那给了他之后 那就不是婚前的个人财产 而是婚后财产 那就是他们共同所有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目前没有 得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挂在驴子面前 那一串葡萄 我说了我给你 给我弟弟 但是我又没说给你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这是婚后财产 我赠予了你 那就同样这两个人都有 但是我要说没做好准备 这是什么 这是空头支票 就放在这儿 有没有支票 有 写字是没有 没写 我就放在这儿 潜台词是什么 看你表现 也许你听完我再讽刺你 我听完我再 这个辩驳地在批判你 No 我恰恰要反过来说 你是那个可怜人 你可怜在哪儿呢 因为你要操作 还要管下去吗 你尊重过弟弟的想法吗 弟弟有没有想让你这样管 显而易见的是 你的这次管拿婚姻这件事来讲 失败了不是你要的效果 对 我觉得是有点失败 但是我觉得失败不在我 还是在小燕身上 所以三位老师 两个人的爱情到底应不应该有更多家人的过多的参与 瑶瑶 说实话 如果单看这个事的话 我要有这么个解煞心都提我操弯了 我开心坏了 真的 但是跳出这个事来说 我就觉得得看技术含量 就如果说这个家人 因为我们都常说一句这么话 叫做老人吃过的这个盐 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听听老人的话 老人给参与参谋参谋盐 多听老人言 那少让咱吃点亏 少走点弯路 我觉得这没啥坏处 这话姐姐绝对爱听 夏律师 人和人尤其是像孙先生 这已经都成年了 独立了自己挣钱了 他有他自己的人生 我是绝对反对家人去参与的 另外从法律上来讲 为什么刑法要定一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呢 为什么我们要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呢 这就是因为爱情的事 是人家自己的不要这个 虽然是家人 也不要过多地介入到里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赞成 让家长去参与到这个子女的婚姻 及其后面的生活当中 我们父母那代的婚姻生活 他们的经历 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看待爱情婚姻的这个看法 有所不同 你是红娘 你对两个人知根知底 你知根知底到 对于他们白头鞋老是那么的笃定 于是又赔嫁妆又赔车又给房 但是到现在今天来这 你却对她口诛笔伐 你觉得她已经变了样了 对 你有什么感觉 感觉她变了样呢